我第一次来日本是在2000年 那时还在读大学 主攻日本文化和日语专业 我了解到中日两国的交流远远流长 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 大四的时候 我非常幸运地当选为福岗县留学生会的会长 这个组织简称FOSA FOSA给我们这些留学生创造了不少机会 让我们可以和日本人交流并体验日本文化 读大学的时候 我曾经到一户日本家庭寄宿过 那家人让我了解到许多日本的风俗习惯 他们对我就像对自家人一样 我在2007年进入三井不动产公司工作 我是公司聘用的第一名外籍员工 公司在各方面都很照顾我 如今十年过去了 公司依然给我很多支持 我在FOSA学到了很多东西 尤其是日语 对我现在的工作很有帮助 日本几乎每所大学都有各自的奖学金制度 东京大学在经济上给了我不少援助 让我可以专心完成学业 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因为日本人既关注世界 同时也在努力向世界介绍日本的文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